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应成为喜剧的重要文化码头 今年上海国际喜剧节将深化与蒙特利尔墨尔本两大喜剧节的合作 借助国际经验来打造上海喜剧产业高地 10月10日2017第三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先发布会在上海隆重举行 舞台剧持飞机的天空的演员们也都齐齐现身助阵 欧阳振华与万启文的合体亮相也是让大伙眼前一亮 对于此次的舞台剧首秀 作为资深演员的欧阳振华也十分谦虚 表示要多想搭档万启文学习呢 因为这个戏情绪也有关系 加上我的关系文在香港已经提出过 现在舞台剧它是我的前辈 你是说你是因为我所以演那个戏 你看我的戏长大 我也看你的舞台是 变老的 因为这个舞台电视剧我已经零交过了 所以演这个舞台剧 你之前都不是这样说的 我还要夫妻跟你合作 所以这一期舞台剧我也是跟你学一学 毕竟画角舞台和影视剧拍摄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 对此欧阳振华也探严自己做了不少功课 尤其是在台词方面 首先把我的记性领点点 我觉得刚才几位领导都可以任舞台剧 刚才说那么长的台词 脱稿 对啊他们的记性特别好啊 真的太好太好 你花了多长时间背这个台词啊 我啊 我们一个人 认台剧很难 如果我们一起背台剧 演戏又有对手 对 看来欧阳振华老师和有经验的万启文老师合作得很顺利嘛 相信这部舞台剧一定会让大家满意的 听着说着说着 万启文也当即表态想做续集了呢 这套戏是第一季 然后我们想把舞台剧 就成美剧一样 会有第一 第二季 第三季 第七季 一季演下去 然后我们还把我们那个戏改了另外一个名字 就叫文艺戏剧 就是说在幽默的背后有问题 除了欧阳振华在上海的舞台剧首秀指飞起的天空外 一中天的首部话剧模范监狱也都齐聚本届喜剧节 而今年上海国际喜剧节不仅有中国滑稽戏诞辰110周年的经典文化演出 更有大声笑脱口秀板块时尚新潮活动 并且还有国外名团的加盟 如荷兰的一主二仆 也有本地原创的加入 如今年大受欢迎的原创喜剧佳克 音乐喜剧也是本届喜剧节的一大亮点 这其中既有百老汇的剧制金牌制作人 也有原创音乐剧繁花静落的青春 可谓是热闹非凡 希望大家的生活都像喜剧一般充满欢笑哦 上海报道